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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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话 去年我的长春花长得很好 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大的玫瑰花已经长成叶子 给它遮着 给它很多阴的地方 所以说今年呢 因为我没有很多大的玫瑰花 已经不是很大 并且没有很多叶子 所以导致了长春花出现了烧伤的情况 所以今天要赶快进行救援 把它救到后面去我的康复中心 大家好 一周多前我摘了长春花在前院 去年长春花在前院长得特别好 但是今年出现了问题了 太多的太阳让它有严重的灼伤 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子已经可以说是烧焦了 我必须要赶快把它移植 移到后面的阴凉处 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彻底的毁掉 现在我从那个Hu Depot 买了这个Roses 这个小的玫瑰花 准备就是在 就准备摘在这个地方 重新看希望它 我已经把这个坑已经挖好了 然后准备摘的这个是个玫瑰 这个玫瑰呢 是喜欢阳光并且耐寒 它可以从初夏一直到中秋都可以开花的 时间比较长开花长 这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我准备把它放在这里面了 OK 看 今天我们紧急的把长春花移到了后院 然后呢摘上了一些新的花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YouTube这个频道的话 别忘了按喜欢留下你的评论 然后订阅和你的朋友分享 我们下次在小路的花园再见 拜拜